我把梅哥又请过来了 咱今天吃一道紫金菊凤爪 先把这个爪尖给去掉 然后把这个后面修整 给它修到汁点的味道 银酱在北方特别少用 广东紫金县出的一种辣椒酱 它有特殊的味道 就是除了它的焦香味 还有一种蒜香味比较浓 今天这个手法是纯粤菜手法 粤菜的烹调其实就是 主要突出食材特点 我们切一下配料 切一下筋膜 这个菜手就是火 先切点蒜 姜主要是去腥腥香 配点香菇 让它做的就是增加它的香味 然后冰冰冰 做料已经切完了 然后我们到时候开始制作 看看配料简单 然后冷水下锅 加入点黄酒 这时候我们再下点蓝糖 蓝糖作用 主要就是为了炸的时候的工作 在这水煮的时候 可以沉多煮会儿 把这个凤爪的脏的味道都煮出来 注意了给它做个冰水 这是家里拿凉水泡的行 把这皮立马收紧 锅中加上油烧肉 把油温要做到八成肉 要九成肉 这样的话积它的表皮 然后再回到这个地方再去泡 才能形成这个骨皮凤爪 在这块炸的时候注意点 这油温高 就千万这个凤爪 把水控干了 要不油会封的 金黄色 是吧 凉水 换加了 然后再拿凉水的鸡底下 把它锅中烧热 你先下入姜粒 炸出香味 下入蒜子 都不能炸虎 煸香又香 把香菇也搁里边 煸一煸 下入的芹香酱 它的味道就是比较鲜美 酸香的比较浓 我们再稍微往里调点芹香 煸香 煸香 然后这会儿 我们可以再下入海鲜酱 少加一点 我们再加一点猪肉酱 再炒香 然后我们加入汤 多加点 好 煮开之后 我们把它删进去 让我们大锅烧开 凤掌呢 现在已经煮了有10分钟了 我们现在调一下口 里边加点蚝油 白胡椒 少加一点生抽 还有米极酱油 来一点酱 提提鲜味 加一点黄酒 少加点这个鸡粉 然后我们就开始小火慢慢的烧它 烧到一碗汁就为合适了 再烧个二分钟吧 这边呢 然后下入油公司 来点青红椒 我们现在把剩的青红椒 我们喝到锅里面 来 拿这个 出锅 锅喽 你来一尝尝看 好吃 非常酷 太地道 这道紫金酱凤爪 夏天啤酒的标配 在家里边来上一个